HELLO 大家好 我是多多 今天我可能要上 骨釘 什麼是骨釘呢? 平時人們的酷爪的概念 全部都是上釘在牙上的 但是它的釘是要轉到我的牙肉 然後把整排牙的骨拉回後面 它的原理是這樣 因為我這個星期比較有空 所以我選了今天去上這個骨釘 因為我怕我有事做 上了骨釘我可能說不到話 其實我也挺緊張 因為我聽過人家說 其實上骨釘是挺痛的一件事 一會兒可能會有些比較血腥的畫面 我都會把它變成黑白色 如果大家準備上骨釘的人 你可以看下去 其實我這次是第二次酷爪的 為什麼要酷爪多一次呢? 其實就是因為 慈康那邊提過我的影片 就問我 想不想他們贊助我 酷爪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我已經酷完了 然後他們是挺驚訝的 就是覺得 我覺得你拍牙其實還是有點稍微的 可以再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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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酷的 所以我就又再一次酷爪了 今次是我第二次酷爪 骨釘這件事也是我很建議的 我自己有上網看 我覺得唯一是這個方法 可以把我的牙拉進去 而且令到我的牙肉 笑的時候 不要漸得那麼多 不要露得那麼多牙肉出來 今天有一個小助理 他不想上鏡 其實這段影片 是慈康那邊沒有贊助我的 純粹是我想自己記錄這件事 所以全部都是一些比較真實的情況 大家可以放心地看下去 現在就去到慈康那邊 然後這裏有一口消毒的浪厚水 含不含一分鐘 好 消毒的 含不住一分鐘 我今天會拍攝 Karlush是我的醫生 今天上骨釘 但我也要檢查一會 你怎樣做 我還要拍攝 我要拍攝這個過程 我替你打小麻醉釘 好嗎 希望你的大骨釘 也不是開頭那麼舒服的東西 打小麻醉釘就穩妥一點 我的照片在哪裏 就是 這裡打 這裡打 這裡也會有些力 用來拉你拍攝 除了照片之外 就入少少 如果有需要的 我們才是前面打 因為為什麼前面那裏 一般來說 在那裏 咀嘴唇 比較不舒服 所以就試試這樣 OK 好 你轉一轉頭 我們轉一轉頭 我們轉一轉頭 因為骨釘 我們最怕 就不是有什麼事 不是痛 最怕 就是打到你的牙 所以你的牙 待會我們弄下去 你會有一點點感覺 如果你感覺到 壓力 如果感覺到不舒服 正常 但感覺到痛 就不正常了 感覺到痛 你立刻跟我說 那隻手就立刻停了 OK 好 好 我們休息一會 10個小時左右 有沒有用加速器 有 早晚用 我用一次 晚上 你試試早上再用來 好 你打的太少了 那種 用來會好一點 我剛剛打牙最痛 你聽完嗎 好像鼻針刺一下 然後就沒什麼感覺 現在牙鼻鼻鼻 如果一會兒痛 不正常 如果一會兒你覺得有壓力 就正常 因為中牙和大骨針 最大的不別 中牙其實反正 有一個洞出來 然後放進去 那些骨會生出來 那 大骨針不是的 大骨針其實是靠你附近的骨 就是硬撞開它一點點 用來鎖死了 因為中牙我就用來放一輩子 但是骨針的骨針 其實就容易拔出來 可以生死 如果生死 我就拔不出來 就是放在硬的那裡 會入到骨的 但是骨的骨 純粹是靠一個壓力 這樣做 我聽別人說 有時候骨針會掉 有這個可能性的 有些發炎 假如真的不要再掉 我們真的要再放一次 希望不會掉 OK 永遠都有這個可能性 OK 多點神 OK 骨針要去拜神 我待會塗一點 做完之後 待會給點難力 我先去塗完多久 一星期才塗 一個星期才塗 一個星期才塗 因為要確定你不要試 要確定你不要試 我剛剛去問上橡筋 一個星期之後才塗 Gloria 呃 我會放一些類似寶華的物料 放在那裏附近 我們沒那麼辛苦 因為大部分人抱怨都不是抱怨痛的 抱怨是那裏附近不舒服 我現在真的完全沒有feel 你爸爸罪了 下個禮拜回來 我們教你怎麼戴橡筋就可以了 謝謝 我的牙圖 這次佔那麼多 不是叫你不回來 是給很多人 我做好事 終於不用經常回來 給很多人等你好像有feel的時間回來 你最好過多月回來檢查一次 下次記得帶著牙圖回來去試試 OK 謝謝 拜拜 每天三次每次一粒飽兔吃 謝謝 拜拜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痛 我以為上去那一刻會爆血 然後很害怕那種 但是完全沒有 剛剛沒有流血的 一滴血都沒有 一會兒可能會有些比較血腥的畫面 我都會把它變成黑白色 它是這樣轉進去 其實就是 好像雙螺絲 就是扭螺絲進去 現在是上完骨頂一個小時 有一點好像震痛 我不知道今晚會不會更加痛 我覺得這種痛是很正常 我說話都還能說到的 它這種感覺完全是顛覆了我本身覺得它很痛的 那種感覺 我之前以為上骨頂會流血 然後我會說不到話 但是完全不是的 現在就看看今晚會有什麼反應 現在已經是夜晚的八點 我剛剛就戴了新鴨肚 我現在完全是鼻痛感都沒有了 除了是我現在說話 可能會感覺到有東西在裡面之外 我已經是沒有其他的感覺 我之前其實也聽過有些網友 他會加我跟我說 他上骨頂很痛 我自己上網也有提過 那些人的骨頂會脫掉 諸如此類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呢 我不知道是手勢的問題 還是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我是真的完全不痛 除了是打麻醉針的那一針 可能感覺到是有針進去你的肉的感覺 其他的感覺 完全不會覺得是痛到你吃不到東西 生不如死那種這樣 所以如果你們是準備要去釘骨頂 或者是你知道你將會要釘骨頂的話 你們都不用怕 因為我真的覺得不痛 那如果你真的釘完骨頂 你覺得痛的話 除了體質問題 就是醫生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還有剛剛醫生有提過的一個加速器 就是這一塊 我不知道其他層所有沒有買 但是我只知道這間層所 都是好像上一個月還是上一個月才開始有這件事 它就是兩個這樣塗在這裡 然後呢 暗粒就是 噢 它沒有電 平時就是暗一下 然後它就會有一點點震動 然後我放在牙裡 它就會加速我咬牙的進度 因為我有時拍攝或者做事的時候 我就不會戴牙套了 所以剛剛醫生說過 他就說 最好就是我這樣戴得這麼少的話 就早晚用一次 它震一次就是5分鐘左右 因為戴牙套呢 其實是每天需要戴到不知道20還是22個小時 就是你每天可以吃東西的時間 你才可以剝它出來 其餘的時間你還是要戴著它 當我戴得少的時候 那這一部加速器呢 就好像幫我戴多幾個小時 那就可以令到我戴了十幾個小時 變相我戴了20個小時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加速器的價錢都是不便宜的 那目前呢 我不知道有什麼診所 他們是在做優惠啦 那我自己只知道 慈康 那我自己 那我自己 那我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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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最近呢 只有慈康呢 有做一些公開 那因為我之前呢 其實IG有出過一個故事 就是說 四月有一個優惠的 那那優惠是真的超… 但是因為現在已經過了四月啦 那我就不知道近期 慈康有做一些優惠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在慈漢那邊問一下 最後其實也沒什麼說了 我本身以為上骨頂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但原來是我有一點感覺都沒有 其實我IG裡面我都放了一個 D屬是酷牙的一些問題的highlight 你們有什麼問題 其實也可以留言問一下我 或者是DN問一下我 或者是可以看一下這個highlight 有沒有什麼問題可以解答你們的 好啦 那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啦 Bye Bye I'm